尽管聚责来电这部电影 猜斗半上的评分并不高 但是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题材非常值得肯定 这部电影讲了一对情人 利用网络电话诈骗发家致富 还成立地下公司 最终被卧底成功DIS的故事 这部电影题材很鲜明 处处凸显如今网络时代 网络电话诈骗的各种套路 并揭露背后的利益链条 尽管在揭露黑暗现实上并不多 不过也算得上有些尺度了 这部电影的故事不算太差 很多角色和情节都不干扰主线发展 陈学东和蒋梦杰的变形 诈骗大佬张孝权和贵伦美的爱情片局 在情节上都比较好的融入到整部电影里 但是这部电影仍旧评分不高 说实话陈学东和蒋梦杰的演技都成了吐槽的重点 蒋梦杰还好将超妄图强暴他的时候 被揍的那几下子还是挺干净利落的 但是陈学东演警察的主角就显得很凉了 不吹不黑 小编觉得陈学东还是一个比较正经正能量 而且比较努力的演员 但是感觉天赋不够了 电影拍摄故意给他弄得皮肤发黑 可仍然显得很不赖 再加上张口闭口老百姓利益的处位台词 可以说是让电影快进的推动机了 要不是警察局长的扮演者是个老戏骨 我估计这电影看着看着就会三观不正的 张孝权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毕竟影帝实力 出场几句话几个眼神还是没有什么违格感 这部电影里独角大量的是贵伦美 虽说贵伦美参与演出的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的电影都不少 但是这部和大陆合作的警匪诈骗电影里的演出 仍旧让人感到惊艳 幽暗的地下室 一个给张孝权大佬打工的情人 在面对手下犯罪员工的时候 活活演出了大佬的味道 尤其是在和张孝权的情感对位上 可以说他的情绪表达 让你一度抛开警匪情节和网络诈骗的题材 以为这是一部讲述爱情的电影 贵伦美一头短发 低胸黑衣 性感迷人又不失感恋 实在是让人喜欢的不得了 据说贵伦美是摩羯座 气质就是不一般 电影整体上情节还是比较紧张紧凑的 嗨点都在张孟杰和贵伦美的对位上 一个是警方卧底 一个是即将被情人抛弃的诈骗犯 两人在幽暗地下室的演出 还是值得一赞的 张孟杰最近一反常态 喜欢走性感路线 浓妆艳莫的他也是很吸引人 较好的身材和太扎眼的颜值 也算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亮点吧 忘了说整部电影的场景设计还是不错的 行美的 尤其是泰国华街那一段 真的很不错 看的我也想去旅游了 感觉这部电影低分的原因 在于警方的台词设计 尤其是陈学东和局长的台词 很假大空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